再来看肯雅案的台湾籍嫌犯 有45人在北京海淀看守所 今天上午 我方附路的代表团已经抵达了 希望能够见他们一面 结果是透过监视器和视讯看到 无法面对面 陆方强硬的表示 会依照大陆规定侦查审判 根据了解 目前这45人都已经坦诚犯案 一大早 我方协商团抵达海淀看守 陆方派出看守所所长处处讲解 医护室问讯间全都走一遍 但重头戏还是会议室 双方得针对肯雅案协商一番 毕竟45位台人还在看守所里 更已经有人聘请了大陆本地律师 协助辩护 他们目前身体状况 以及在生活性上都还好 所以请大家放心 刚才对肯雅案情 他们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 我们会把这些资讯带回去交给我们的检警器官 我们尊重大陆地区他们法律的规定 所以对我们提出的请求 那所方也做了特别的安排 你们本来提出的请求是什么 谢谢 急忙说谢谢 所谓的特殊方式 其实我方人员并没有面对面看到 被关在看守所的45位台人 而是通过监视器 视序隔空看画面 诈骗犯罪的危害 我相信大家通过最近的媒体报道 也能都能看到 我们将依照大陆法律的有关规定 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 陆方态度强硬 明确表示会依照大陆规定侦查审判 我方则是继续协商 除了希望能把人带回来 更得建立未来 面对跨国案件时 两岸合作处理的SOP U-DN TV 陈妍桥 北京报道